前出台代表林英元辞世开放吊宴首日总府秘书长李大为现身 出来后神情哀伤婉拒受访台日关系协会会长邱毅仁抵达后 在里头则待了快半小时之后快速离开 而依早民进党立法院总召柯建民和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前往致哀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 而且战役沟通 我觉得非常出土的人 他是一个很好理秀人物 然后每一个很多人都非常委屈 在他黑名单时期 那个时候我在新闻界其实就有很多的接触 他是一个充满热情 然后坚持理想 而且非常勇敢的一个人 所以我非常怀念他 好久不见的前立委姚文志也前往致意 同样不愿多谈 另外台独联盟前主席张灿红 以及现任主席陈南天也前往吊变 不过林英元家属非常低调处理他的后事 不设灵堂仅于这两周在法谷山文化馆设置联尾供追思祭拜 而葬礼也一律重建 他之前生前就已经有交代 他要追随圣元事物 那植存的话 他就是让我们跟大自然融入 变成这些园区那些植物的养分 植存与树葬不同 林英元家属选择将骨灰抛洒在法谷山生命园区 与土壤花草直接结合 也按林英元的遗愿回归大地 TVBS新闻横富华刘婷婷新北市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